俄罗斯新闻社30号播出了对马杜罗的采访 马杜罗说他愿意在国际调停人的帮助下与反对派对话 据俄新社报道 马杜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了委内瑞拉的和平与未来 他已经准备好坐下来与反对派展开对话 在谈到将由谁来担当国际调停人的角色时 马杜罗说对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一切 目前有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 都表现出了诚挚的关切 并且都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对话 他希望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的对话 能在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进行 马杜罗说他欢迎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但反对欧盟和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 26号提出的要求委内瑞拉在八天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马杜罗强调他本人在去年五月的总统选举中 以67.8%的得票率赢得连任 而那次大选是合乎委内瑞拉宪法的 马杜罗说 委内瑞拉政府不接受任何一方下达的所谓最后通牒 如果帝国主义者想让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 那就等到2025年再说吧 马杜罗在接受采访时 还感谢俄罗斯等国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 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 他说虽然美国寄予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但他愿意并已经准备好与美国领导人 在委内瑞拉或其他任何地点举行会见 也欢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能源 旅游 科技等领域进行投资